今天我們要上的內容叫做 機械能守恆 力學能守恆 它非常的簡單 可是我們考試也經常會考 包括學測都考過 第一個告訴你說 能量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式 光能 熱能 電能 什麼什麼能 能量之間是可以彼此互相轉換 從A變成B 從B變成C可以互相轉換 彎弓射箭 彎弓 你的肌肉 會消耗你的化學能 讓那個弓彎區就有所謂的 彈性胃能 然後呢 然後搭了把箭丟出去 射出去 就把它變成它的箭的所謂的動能 所謂的箭的動能 溜滑梯往下丟 重力做弓往下 把你從胃能換成 動能 還有摩擦衛生 熱 還有轉換成 熱能 這又是說到說你能量是會轉換 很簡單 那 電能是很容易轉換成其他形式的能量 所以 我們現在生活中 經常都會用到電 因為把電再轉成其他我所需要的東西 馬達 就是電能轉成 動能 日光燈 就是電能轉成光能 還有一些熱能 它還會發熱 但熱能發熱比較少 燈發熱比較多 電熱器就是轉成熱能 電能轉成熱能 然後電解 我們下學期要教 就是電能轉成化學能 所以電能很容易轉換成其他的能量 因此現在生活中 我們經常都會用到電 讓它轉成其他我所需要的能量 好 就是各式各樣的轉換 你看一點就好 你也不用背 這是告訴你說 我可以變來變去變來變去變來變去 變來變去變來變來去 你只在說一次說有能量 可以彼此 不斷的互相的轉換而已 OK 那重點就是一個叫做能量守恆定律 在能量轉換的過程中 會遵守能量守恆定律 就是總能量是不會變的 好 原來有多少 後來就有多少 既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 叫做能量守恆定律 可是這件事未來會改變 我們不久之後會把它變化 我們交過一個質量守恆 現在交個叫做 能量守恆 不久之後會變成所謂的職能守恆 那以後的事情 然後目前叫做能量會守恆 不會 能量不會平白無垢的多出來 也不會平白無垢的消失 總能量是不變的 不管能量如何轉換 總能量是不變的 但是 但是 可能有能量是減少的 在所有的轉換過程中 總會有一些過程會變成一個無法利用的散亂的熱 比如說 我拿那個鍋爐 去煮開水 冒水蒸氣 然後去拖燉渦輪機 然後讓它去發電 我 底下生火的那個熱 不會完全都給水 鍋子也會吸熱 還會散熱到空氣中 那我都用不到 產生了水蒸氣往前衝 會有摩擦 會有阻力 會損耗掉 去推動渦輪機也一樣 渦輪機也會有摩擦什麼之類的 所以診斷過程中 總有一些能量會變成散亂的熱 變得無法利用 無法利用 所以叫做總能量會不會增加或減少 不會 但是可利用能會怎樣 減少 可利用能量會減少 所以我們就說 火力發電的時候有熱量會散失 沒有辦法都要加熱水 然後呢水蒸氣也會有摩擦散掉 然後所以可利用的會越來越少 這是考試問過的題目 這是考試問過的重要觀念 就是 一 總能量 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 叫做能量守恆 但是 可利用能量會越來越少 可利用能量會越來越少 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好 希望你能夠記住 能夠了解 OK